台东市区最热闹的中华路和大同路口,19日下午发生银楼抢案,两名嫌犯持斧头击破玻璃橱窗,枪走一尊价值超过64万元的纯金观音像。 中央社分享,台东警方锁定昨天银楼抢案嫌犯,今天下午前往逮捕时,遭到庙宇镇头人员阻扰,警方开枪贺阻才顺利将两名嫌犯带回侦办。 台东市昨天发生二嫌犯持斧头和狼头击破银楼玻璃窗,枪走价值约新台币64万元的纯金观音。 台东警方过滤台东市区监视器锁定两名未成年嫌犯,今天前往悲难乡逮捕二嫌,两名嫌犯是庙宇镇头成员,数十名庙宇镇人员看到警察要抓人,轻起阻挡。 警方担心二嫌犯趁机讨好,明枪市井镇头人员才停止干扰,原警顺利压制两名嫌犯。 台东分局侦察队人员表示,目前案件还在侦办中不便表示意见。 台东分局侦察队人员